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5号的新北新闻网,我是肖浩文 青山区市地重化案,今天在副市长陈纯庆的主持下 三处重化公园绿地启用,成为新北市第7、8、9号特色公园 其中杜鹃公园设置共融、全灵化的邮具 让0到99岁市民都可以使用 在规划设计中,还透过民众参与,发表意见 充分融入金山的特色 金山区市地重化总面积6.98公顷,开辟三个单位 其中每一个单位上都有规划公园与绿地 今天在副市长的主持之下,金山山处市地重化公园绿地启用 成为新北市第7、8、9号的特色公园 其中最大特色是规划设计中,还透过民众参与发表意见 充分融入金山的特色 也展现专属于在地乡亲的生活心态与金山精神 所以三个公园它有金山特有的花卉 一个是流苏,我们这个是杜鹃 那另外一个是樱花 那第二个特色就是这个公园在这个 要盖这个公园的过程 我们采用这个参与室的这个制度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的区民 能够将它对于我们自己这个地区 这个社区的这个长远的这个愿望 或者是目标 它能够借着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把它讲出来 那在我们新北市 这等于是它是第7号、第8号、第9号 我们希望在两年之内 我们另外还要做41座的这个类似的公园 所以整个我们新北市现在全面 都是要让各区有它的特色 然后也是全灵的人都能够共同 来享受这个公园的设施 市立重华区的三处公园 以金山在地花卉、杜鹃、樱花以及流苏取名 其中杜鹃公园设置共融全灵化的邮具 以及体建设施 让0到99岁的市民都可以使用 也是全台首座 新北唯一在地花卉主题是 共融性特色公园 而新北市府也预计要在两年内 至少再完成41座的特色公园 发展城市之余也兼顾民众的休闲空间 在这个侯友宜还有朱立伦两任市长的任内 我们总共投入了将近3亿 2000多万的经费来这个金山 办理这个市地重华以及公园的整建 并且结合当地的特色 然后采取共融市的邮具 从0到100岁都可以来这个公园玩 今天三座公园同时开幕 也欢迎乡亲们可以来公园走一走 然后也提供给金山市民更好的休闲环境 同时也希望借由公园的整理 带动我们金山市区的发展 希望金山整个市容透过市地重华 可以带给在地更优质的环境 也带给观光客更好的印象 那我想公园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民众来使用 所以区公所特地在规划的期间 广纳我们参民的公民的意见 因为公园的使用一定是要以使用者为导向 如果说一个公园做得再好 花了再多钱 如果说大家不来使用的话 那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在设计的时候 让民众说他们希望有怎样的公园 那再由我们区公所来配合 那现在已经都建造完了 希望我们市民的朋友都可以非常喜欢 我们金山的市地重华 今天终于启用 那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我们不只是让我们金山的一个多了一个公园以外 我们同时把它纳进停车场 还有我们的U-bike 那U-bike其实在金山 虽然说有一些老人家 他的习惯上比较没有在使用 但是有些年轻人 他把U-bike拿来当一个运动 甚至有骑到基隆来回 当天来回的一些状况 我们其实蛮鼓励未来在 不管是市地重华 还是城镇之星 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把一些公共的交通的运输的运动的 都把全方位把它纳进来 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更舒适的金山 总而投入3亿多元预算的金山市地重华 也让重华案不再只是都市区的专利 一旁的都汇区也可以透过重华提升城市的动能 让居民的居住品质大加分 此外市业园们除了肯定重华区 让民众的生活品质提升 也期待继续争取配套的交通设施与建设 像是微车单车的设站 要让金山的观光潜能也跟着一并要紧 季交平和金山采访报道 谢谢 ��质